《新年輕人》 你好 Drissy 你遇到農曆七月 曾經遇過一些很恐怖的時短 小時候不懂恐怖 因為那時十多歲 當時我在家裡 在牆上見到很多一個個 是影子 在牆上走 有十個小朋友 有一個是其中扎了一條孖邊 然後我看到底下 他們很有趣 走完後 可以只有一個 因為跌了一個影子 我媽媽看不到 只有我看得到 主要是我看得到 我妹妹一時時看得到 然後跌了 我在想為何會這樣 我在窗戶看看會否有甚麼影子 我關了窗戶 又沒有影子 但影子是一直這樣走 有時她日頭和夜晚 她的影子是不同的 有分黑和白 然後踏著走過 我每晚都看到她 在我旁邊的牆上睡覺 但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看到 所以我只能對著她睡覺 所以我只能對著她睡覺 就當作沒事 這家屋是很古怪的 因為我媽媽的朋友來睡覺 因為我們有幾層 那些人來到睡覺 試過有一次 在房間睡覺 睡覺 有人在洗澡 但沒有人 所以他們日後已經離開 我媽媽不知為何她離開 原來因為她看到人 聽到人在洗澡 很害怕 但又沒有人 所以一早那晚便離開 所以挺害怕 尤其是晚上 因為我們是比較遠的 住一間屋 所以挺害怕 7月其實很害怕 我都不敢睡覺 不開燈 我7月很少去夜街 但如果真的有朋友吃飯 我都會去 但我都會12時前回家